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二的盘后,我们跟进一下市场的情况,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记得点赞 好,我们看消息面,拜登继续发力打压油价,美国的能源部标售战略油储4010万桶 能源部称,新一批标售是3月末白宫公布将创纪录共释放油储1.8亿桶计划的一部分 5月和8月还将通过标售共释放9000万桶 公布新标售,当天周二盘中成长1%的美油和不油均转跌 国际原油持续稳储在100美元上方之际,拜登政府进一步执行承诺的1.8万亿桶 这个释放油储计划,这不是万亿哈,这是亿 继续发力打压油价 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5月24号周二公布 将标售合计多达401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 其中3900万桶为寒流原油 拟7月1号到8月15号交付 110万桶轻至低流原油将在6月21号到30号供应 能源部称,新一批标售是三月白宫公布释放油储行动的一部分 作为行动其他组成部分 能源部还将在5月到8月通过两批次 分别出售7000万桶和2000万桶的油 共释放9000万桶 我们看到他这个计划对油价的影响实际上甚微 一会我们再跟进一下原油 另外达利欧说现金仍然是垃圾 但股市更垃圾哈 我们先念哈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近年来多次强调其现金就是垃圾的观点 而自疫情开始以来 他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在周二的最新采访中 在回答现金是否还是垃圾的问题时 他仍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当然现金仍然是垃圾 他回答道 你知道现金购买力损失的速度有多快吗 不幸的是 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股票或债券会更好 因为股票更垃圾 在通胀严重影响实际回报的时期 达利欧表示 投资者最好投资房地产等实物资产 该观点与此前一个投资观的观点一致 他预计房地产和艺术品将在未来五年内跑赢股市 在经历了美股十年牛市之后 达利欧解释称 问题在于太多的投资者涌入股市 虽然过去几个月市场的特点是无情抛售 但在实现平衡之前 仍有大量泡沫需要从市场中清除 我认为这种状态就是问题所在 每个人都做多股票 每个人都希望一切都会上涨 他们越是炒作 就越会成为其他人的金融资产 事情不能是这样的 所以将有一个实际回报为负的环境 所有东西不会一直上场 系统不是那样运作的 他解释称 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股市现在确实很垃圾 但是现金垃圾是什么意思呢 说美元也变成垃圾了 对吗 是这个意思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意思 当然它指的肯定不是美元的实际价值 但是他确实提到了购买力 被通胀影响他的购买力 在通胀严重影响 实际回报的是7 然后他说要投资房地产等 那么前两天我们看到一条分析说 预计投资这个房地产行业要暴跌20%左右 他也是因为要加息等等 包括智障 包括如果失业率提升的话 那么对于这些领域都不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 不管怎么说 我不是其他投资领域的专家 我只是这个简单的一个黑线分析者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房地产 或者是艺术品领域 好 也就说明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 优质的资产相对较少 那通过比较来说 中国股市好像更廉价一些 更具有长期投资的一个价值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大盘虽然收盘了 但是尾盘也差不多 跟那个指数 那么估值期货 今天是微跌0.66% 标普牌指数期货 我们看到今天 日内是完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拼板 微型反转 日内的微型反转 它首先是相对于昨天的收盘价是跳空低开 随后反复震荡 然后往往下砸 砸的过程中 大家都以为空头又回来了 没想到 又再次无情的上演了 这根拼板的行情 无情的拉了上去 我们看一下4小时图 我们今天录制节目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根可以签 也就是说 刚刚经历了三根可以签 对吧 我们是在第四根倒着数 第四个可以签置 说呢 如果是出现拼板的话 尽量去挂突破单做多 是吧 那么空头呢 尽量在高位去等待空单 是吧 或者更高的位置 对吧 那么很显然今天啊 日内交易是非常难做的啊 因为谁也没有料想到 他啊 再次往下砸 到这空头就不得不跑 然后啊 这个多头立刻又飞上去了啊 所以今天的日内的交易 是非常难的 那么这几天都日内交易非常难 为啥呀 大家想过没有 说明市场在犹豫啊 什么在犹豫啊 空头在犹豫啊 因为他左侧是空头主导的一个波段 啊 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一个多头 一个波段呢 是空头波段 表明空头在此处有所小犹豫啊 那么后续会不会恢复到多头呢 咱也不敢那么猜哈 毕竟今天还是收跌的 对吧 因为是跳空低开往下砸 然后就围上去了 那么后续呢 如果多头愿意上去的话 那么咱们在意啊 那么日线交易者呢 目前呢 理论上啊应该等待还是等待右侧会稳妥一些 那么即便是右侧呢 我们后续对市场的预期呢 也不会特别大啊 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的外在的政治经济环境啊 都不是很友好 包括啊 我们你看我 我本身如果按照多头的思路来说 我对市场的预期就偏谨慎 是吧 尽管啊 这个你看咱这波下跌 就从这儿开始 然后一波两波三波是吧 你看 还是给了多头很多反弹的一些机会的啊 所以啊 多头 风风高 减没减过仓呢啊 大家有没有啊 这个化解风险呢 在在我们两三周之前啊 说过啊 如何去化解风险的时候 有没有去适当减仓呢 这是非常关键的啊 因为很多个股都是暴跌的 跌了很很深哈 好 回到这个k线 那么接下来这个k线呢 就有意思了哈 呃 我们看到下方kdg这个指标啊 貌似有点小金叉的感觉啊 所以貌似可能会有一些多头的一些迹象啊 在我们继续观察 如果 接下来几个假月日能够真的去突破一下 那多头好像要回回到一个新的一个大大相对中不溜的一个反弹 对吧 那如果不能上去的话 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这个市场呢 就是啊 瞬息万变哈 今天的纳斯达克下跌的幅度其实也不小哈 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九啊 也就是百分之二左右 但是呢 你看 他又是个平板 你说这咋整 他为什么是个平板还是下跌呢 啊 刚才说过了啊 他从昨天的收盘价开始往下跳空 低开的 然后往下砸 然后再收起来 如果是平板的话 表明啊 有有资金在这 抄底 他抄底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可能啊 要做一些反弹啊 他有这个想法 他市场会不会这样 我们啊 还是以最终的博弈结果为 呃为为准啊 那么后续 有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走一走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又是一个直接的一种感觉啊 但是啊 我们啊 日内交易者 今天还是难度比较大啊 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K线 好像是多头 好像略微 往上走一点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大家觉得呢 啊 这是日内交易者啊 那么对于日线交易者呢 也可以继续等待右侧的点位 好吧 等待下跌趋下右侧再看 啊 不要太急啊 因为上上行的过程中呢 应该还会遇到较多的阻力啊 有人说 不会啊 你看上次就折扣的啊 这次也会折扣 不好说啊 不好说 你想一想多少人在上面套着呢 就等着他卖呢 对吧 就等他上去 然后立刻卖了呢啊 解套呢 对吧 所以不一样了啊 上次还在相对高位啊 我是觉得当时啊 得多头够强啊 做了一个波段话啊 那么后续看到双重顶的时候 说要离场 但只是后续啊 这个鹰派的声音太强了啊 直接梦想砸了 那紧接着我们就啊 用那个就就出了节目说 如何去化解风险啊 大家还记得吧 那有网友啊 次日就告诉我 他已经清仓了 恭喜你啊 那么后续呢 我们啊 也不要太过重仓 也要看啊 看情况啊 日线级别要看情况 不要急 刚才那达里欧不是说了吗 虽然现金很垃圾 但股市更垃圾 他是这个态度啊 我倒觉得 我是半信半疑啊 我对谁的观点都是半信半疑 包括我自己的 每天都要变 好吧 好 不要不要太过偏心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那原油完全符合我们对市场的判断啊 我只是不知道他今天啊 又又把这个4010万桶要标售是吧 那近期呢 给出窄幅的横盘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市场对于后市的一个看法出现了分歧 不过度的看涨 也不过度的看低 刚才我们看到啊 这个美国他释放原油储备呢 还是有时间节奏的啊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间节奏 我们不得而知 他也没有详细的披露哈 但他这个时间点呢 跟这些k线都应该是会有相应的影响的啊 或者是他已经预判了关于原油的一些相关的事件的演化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节奏啊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他到底怎么去啊 影响那那些冲突哈 那对这个k线来说呢 日内交易者的交易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好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提到了哈 也就是在这个k线的时候啊 说可以适当的做小多 是吧 这样就收 对吧 那么现在这三个k线啊 就是今天这12个小时啊 十几个小时吧 就是这样的横盘 小横盘 那么后续怎么办呢 尽量先观望一下啊 不要急 看他回落的一个情况 嗯不好做啊 原油不好做了变得 原油不好做 为什么呢 因为投资者啊 很复杂 这里边啊 干预的因素也很多啊 所以 不好分析啊 那么对于k线交易者来说呢 现在是一个窄幅横盘 应该先观望一下 好吧 十字星 你看这几个交易者都是小幅的十字星哈 日线级别 那更应该观察哈 不要急 不要急于去每天做多做空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黄金 呃 黄金呢 近两天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哈 持续的啊 震荡小上行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 你看 突破 洗盘 拉升 洗盘 拉升 那我估计呢 接下来还要再往上走一走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阻力区 我们继续画 这画线有用吗 当然有用 技术分析者吗 技术分析者画支撑区阻力区和趋势线是关键啊 你要去常常的画不断的调整 没有一劳永逸的线哈 这些线都会动态的变化的 那么后续看看能不能测试上访啊 1890一代哈 1890一代 或者是1885吧 降低一些预期 行吧 好 这个是黄金 通胀啊 黄金下啊 包括美元啊 他竟然近两天贬值了 贬值的速度还不小啊 从105到101了啊 他总共是 我看啊 这几个月啊 这个欧乌冲突到现在 在这开始涨的 欧乌冲突是2月底 对吧 大概是在98一代啊 涨了涨到105 现在又降到了101 表明啥呀 表明大家也不是那么愿意 看好美元啊 不愿意持有美元 或者说相当多的人啊 觉得美债啊 美元美股啊 风险就较高 因为你也不知道 美国下一步要 反正我我就知道啊 就是大概都能预测 对自己 就是其他国家都预计啊 对自己不是特别有利啊 所以呢 觉得风险较大啊 这就是传递的一些信号啊 那后续究竟会怎样 我们也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对美国的信心啊 如何回归啊 我们啊 我个人是觉得啊 中性偏悲观一点点 那么我相信很多啊 对于宏观经济啊 包括国际啊 国际关系的一些研究的那些啊 投行的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所谓的分析师们啊 他们应该会给他们自己的机构 出一些啊 这个宏观层面的一些报告啊 大家赶紧去可以搜一些那些这样的报告 估计呢 对美国啊 未来的一个前景啊 预期并不是十分乐观 当然也不光是美国了啊 是全世界范围的 对吧 所以啊 我们啊 现金为王啊 前几天我们说过一期节目叫现金为王啊 当时啊 采访了大概有一个机构调查了很多很多啊 就是上百个机构吧 他们啊 大型的一个投资机构 他们只有少量的仓位哈 大部分都是现金哈 持在手里哈 所以持有现金是相对正确的策略 只能做一些日内的一些啊 短线啊 比如说做一些小空 做一些小都啊 嗯 那当然啊 对于原油和黄金来说啊 对于一些加杠杠的这个外汇期货领域 无所谓的啊 可以继续做 但对于股市来说呢 可能啊 你要面临较多的风险 嗯 即便是反弹呢 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那他确实有可能直勾上行 但我相信啊 只要他直勾敢直勾勾上行 很多人都会砸他 都想解套是吧 嗯 好 呃 我们看一下今天啊盘前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股票怎么样 我们的电力行业是不是再次上涨了 我们啊 在周末的一些节目中特别提到了电力行业啊也提到了煤炭啊这个领域煤炭和电力的直接关联性相关性啊 那么现在呢有点向上的意思好我们继续把这个移动止损啊提高一些就可以了啊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意图去调整一下感受就可以了应该是要继续看涨的我个人不希望他老是涨啊就像那个原油电力啊这种啊基础的东西啊能源都不要老是涨了对我们都不利啊本来经济就不景气 比如说对电力电力呢在消费端那相当于消费啊贵了啊通胀高通胀是吧另外呢就是工业生产端啊就是工业用电啊也贵了对不对啊好吧那对对这个标题本身来说是好事但是对对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就不不利啊好我们看一下银行股银行股今天比较抗抗低啊抗低啊 呃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星想啊在这个下跌虚线附近那么后续我们仍旧需要等待bac的向上一个突破那他目前处在一个高位的一个大型的震荡区间啊看测试了左侧高点啊这个疫情之前的高点然后啊看看能不能弹上去啊好 困空我们今天盘前是希望他能给出一个二次底是吧那么今天有一点点下跌啊下跌了7%所以后续呢我们要继续观察 对他的布局呢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好吧有人说啊这个双重底就一定是双重底啊你确定吗他就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下走有有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多头要谨慎啊说这个经济不景气现金为王这个加密货币市场是不是也不景气你说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当那么多货那个比这个叫加密货币啊突然暴跌呢大家思考一下 是不是也遵循了现金为王的思路大家都把这个大型机构都把钱的弄出来了是吧或者是开始做空了是吧不愿意去持有那些东西啊因为经济不景气嘛对吧好我们看一下迪士尼迪士尼啊今天是一根阴线我们对他的一个布局呢也是偏中线长线的一个思路啊慢一点不要急他有没有可能继续暴跌 把这个镜头一拉拉远看历史他就有可能了对吧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啊他已经跌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哈或者跌了百分之五六十了不能这样看还是要以历史的角度看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下方的空间还很大是吧我们不能假设他就跌个这么点行吧所以多头一定要注意哈 那已经建仓的本半带你带好你的减仓位的止存点比如说九十九对吧 few今天的燃料电池也是给出了回落啊主要还是他在下跌小跌势线之下那么后续右侧点位在这 是吧或者是在这形成一个双重底再去看也行好吧这里还没有啊跌跌跌到位哈 可口可乐今天继续反弹哈我们看到今天又是一根阳线啊怎么说呢对他来说 呃大家注意上方的一个阻力区我们看一下阻力区一个是横向的这斜向的效果对他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有效看这么一话好继续继续观察吧这个现在是我们上次画的一个移动止损用的好吧现在呢我们恢复到这个位置好吧口可乐还算稳啊今天也说了农业指数看今天农业是一个拼半黑所以后续有有概率上行啊嗯 好这个是农业指数move因为大家今天下跌啊但是我们看到大盘尾巴还在反啊我们再观察一下啊不要急于下定论好吧C嗯C还在回录哈看看这个二次底是不是二次底好吧 这个半导体领域非常复杂啊半导体领域甚至变成了能源啊你想美国和俄国的这个这个冲突在哪呢在乌克兰那是吧在这个原油领域比较多吧那你想想半导体领域是啥 对不对半导体领域其实不光是中国啊全世界啊都在竞争这个半导体对吧嗯而且啊这里边还有个台积电对吧近两天拜登总统说的一些话啊包括啊中国这边给出的一些都啊会影响台积电的一个命运啊大家不要小看政治的影响啊政治就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个东西好吧嗯好我们看一下特斯拉今天再次暴低啊是一根阴线日线级别 所以多头应该谨慎谨慎说啊宏观上他能跌到哪我们上次说过哈他跌到哪都有可能跌到200块都是有可能的啥意思跌到200200是什么时候有人说200就是200200就是这个位置啊小伙你在开玩笑吧没开玩笑啊别吓我啊有人说不会啊不会一下子跌直扣扣的落下去那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就是概率比较低啊 所以所以大家还是这个谨慎一些啊我们近期昨天提的那个630是什么来着跌破630应该做进一步的检查啊不要加仓不要急呢啊对特斯拉的检查也是要长线的啊也就是说用长长期的思维去布局现在还不着急呢万一帮上你不要着急市场不好做目嗯做目今天是一根平板啊上涨了5.61% 呃再看一下好吗嗯好今天的行情呢貌似不是很好但是好像这个k线好像有点友好的感觉哈所以明天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今天先这样拜拜